中審法院上個禮拜已經駁回何俊仁就特首選舉提出的情請 但特首梁振英至今仍未肯交代大閘僧的問題 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說就是否撤回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何俊仁星期一已經回信給他雙方律師正處理事件 何俊仁先生昨天下午5時給了一封信給我的代表律師 我很高興他在5日後終於回覆我們的封信雖然遲了 他的封信提出一些有條件的雙方協議撤回這個代決事項 我律師今天會繼續跟他的律師商討這件事 有了結果之後我就會盡快向大家一次過全面交代有關我山頂家的事 對早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 透露梁振英要求政府委任諮詢組織人員的時候 要通知中策組全職顧問高正知 梁振英強調政府用人政策不變 我一直都是用人為財 過去那個做法出現了一種情況 就是在沒有統籌的情況下 往往不同的政府部門都去邀請同一個人士 同時出任多項公職 所以這個工作下去應該怎麼做呢 是很值得我們去想 梁振英又解釋太太開設的廚餘公司 其實是以公司名義註冊的非牟利團體 香港文電視記者廖正文報導 善您 善您 善您